一入手真的相见恨晚 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开始用它 而且它的材质真的太舒适了 我穿上了我就不想脱下来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呢 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12月份的爱用品 这个月的爱用品呢 真的种类非常的多 有彩妆 护肤 家居用品 香薰 电子产品 还有饮料 那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第一件好物呢 就是最近疯狂帮我提升 睡眠质量的产品 就是来自Lily Silk 他们家的真丝枕套 这个真丝枕套呢 首先颜色就是这种柔雾粉色 看起来非常的温柔 摸上去呢 是非常光滑细腻 有质感的丝绸 那丝绸的好处呢 真的太多太多了 相较于棉质枕套来讲呢 丝绸的枕套呢 没有那么容易 跟你的皮肤产生很强的摩擦 这样可以减少皱纹 而且还有抗菌的功效 可以帮你减少你的皮肤 和满床的接触 如果你发现你的皮肤 经常起痘痘啊 或者你会有一些 过敏的反应呢 你可以检查一下 是不是你的枕套 材质没有那么的舒适 那你就可以尝试一下 真丝的枕套 并且呢 因为你的枕套 是接触到你的头发嘛 它可以让你的头发 没有那么轻易的断裂 这个枕套我用下来 真的觉得舒适度太高了 每天晚上很快就能入睡 而且睡眠的质量非常的高 那因为现在冬天嘛 所以天亮会比较早 早上的光非常亮 非常刺眼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Lily Song 他们家的真丝眼罩 那这款眼罩呢 质感也是非常的轻柔 非常的舒适 在眼型的上面呢 也是非常的柔软 给你一种非常沉浸式 睡眠的感觉 今天我穿的上衣呢 也是来自他们家的 他们家的真丝衬衣的选择呢 真的太多种了 然后我当时在官网上 一眼相中了这一件蓝色的 因为它是V领的设计呢 可以凸显你的肩颈线条 而且它是这种威蓝的袖子 上身呢 有一种宫廷风的感觉 看起来呢 非常的端庄典雅 而且它的材质真的太舒适了 我穿上了我就不想脱下来 当时呢 我在官网上呢 也是一眼相中这个颜色 这个蓝色呢 是那种baby blue 会显得你的皮肤 特别的通透 特别的亮白 不管你是单穿啊 搭配风衣 或者西装外套 都是非常非常有质感 显高级的一件单品 我还神奇的发现呢 安妮海瑟威呢 也穿过他们家的真丝衬衫 真丝衬衫呢 真的会显得你的整个人 特别的有气质 在这里呢 它就把我的女神 衬托得更加高贵美丽 这次呢 我还选择了 他们家新出的这个发圈 我选了这个蓝白的配色 真的好漂亮啊 弹性呢 非常好 相较于普通的发圈呢 真丝的发圈 不会在你的头发上 留下一个印记 所以你的头发呢 即使绑过之后呢 你再散下来 它也是非常的直 非常的柔顺 而且你的头发呢 因为没有那么大的摩擦嘛 就不会轻易的断裂 或者脱发 Lily Silk 他们家的包装呢 也是非常的用心 这次呢 我收到的盒子呢 给大家放一个图在这里 觉得收到的时候 仪式感满满的 送礼啊 送自己都很合适 他们家除了真丝衬衫 枕套 眼罩之外呢 还有睡衣 背罩 以及一些羊龙山的单品 我会把提到的 所有产品链接呢 都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如果你对真丝制品感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去点击查看 下面要分享的呢 是一件既有高级感 又有氛围感的香薰蜡烛 就是迪奥他们家的桂花蜡烛 这个蜡烛呢 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中文名字 叫桂与幽名 完美的还原了桂花的香气 桂花香气呢 一直留存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面 记得小时候就经常走在 金秋时节 飘满桂花香气的小巷子里面 然后这款呢 真的完美的还原了 我童年的那个味道 它的包装呢 也是这种白色的陶瓷的罐子 非常的简约大方 就放在书桌上啊 或者书妆台上面 都非常的漂亮 里面呢是这种杏黄色的膏体 它的阔香呢 也是非常的好 我用熔烛灯点个15分钟 整个房间就充满了 甜甜的桂花香气 那除了桂花的花香呢 它还会加有一些杏色的果香 房间里呢 点上它 就是甜甜暖暖 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如果迪奥可以出一款 铜香型的香水的话 我真的会第一个充去下单 如果你也在找一款 桂花香气的蜡烛的话 这一款真的非常推荐 下面要分享的呢 是不买不知道 一买吓一跳 非常惊艳的彩妆产品 第一件呢 就是我这两个月 疯狂爱用的 Finti Beauty他们家的粉饼 这款粉饼呢 真的很好用 但是我发现 没有什么人在推荐它 所以今天特意拿出来 把它说一说 首先它的外形非常的小巧 即使你背一个 非常小的包 它也可以放进去 里面呢 自带的镜子 还有一个这种皮革的小粉铺 方便你出门去补妆 它的粉的颜色呢 类似于NARS大白饼 但是我觉得它的粉呢 会比NARS更细 而且更好取粉 在家里呢 我一般会拿一个 大的蓬松的刷子刷它 起到一个定妆的功效 在外面呢 我就用它自带的这个粉铺 也是很方便补妆的 它的极点功效 真的很强大 首先呢 它可以做到柔胶 帮你抚平你的毛孔 在毛孔非常粗大的区域呢 你多上两层 那个毛孔直接就消失隐形了 而且当你在外面 出油的时候呢 这个粉呢 又可以很快的帮你 抚平那些油腻的地方 这款粉饼呢 真的我特别喜欢它 其实我想把它放在 我的2022年的 年度爱用化妆品里面来讲 但是我只使用它了几个月 所以我想 再多使用一段时间 然后争取把它用铁皮了之后 再把它当作 我的年度爱用来分享给大家 但是这一块呢 绝对是我12月 最爱用的粉饼了 下面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颗 特别神的遮瑕叶 就是Hourglass 他们家的遮瑕叶 这款呢 其实挺多人分享过 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入手过 然后一入手 真的就是相见恨了 首先呢 它的质地太优秀了 很丝滑很水润 但是水润的同时呢 它又不会非常轻易的脱妆 它会牢牢的扒在你的脸上 上妆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容易拍开 那我这个色号呢 特意选的是 稍微亮白一点的色号 叫Birch 我就会用在脸上 需要提亮的位置 比如说我的肋沟啊 还有我的法令纹 它可以帮我很好的填补 我这些凹下去的地方 然后做到一个提亮的功效 但这一款呢 它的覆盖能力也很强 你选一个深一点的颜色呢 它还可以帮你遮痘印 还有黑眼圈 下一款产品呢 真的是我白天也用 晚上也用的一款产品 就是菲利普斯 他们家的电动牙刷 这个牙刷呢 我其实已经用了八年了 当然中间有换过新的牙刷了 这款牙刷呢 真的用了就离不开了 可以很好的升级 你的刷牙体验的一个牙刷 这个牙刷呢 你可以下载一个 他们家的APP 然后这个APP可以实时的监测到 你刷牙的一个动作 还有你刷牙的区域 那这里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比如说我特别特别使劲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让你轻一点 如果你刷牙的时候 动作太快了 它会告诉你 刷得慢一点 所以它可以很好的辅助你 帮你清洁口腔 按照它的流程 整体刷下来之后呢 你的口腔呢 会感觉特别的清洁 牙齿呢 也非常的白净 而且它有不同的这个档位 你可以去选择 用了这么多年的产品呢 真的想要分享给你们 下面呢 来讲护肤品 护肤品最近最爱用的一个产品呢 就是娇兰他们家的双管精华 作为混油皮呢 我个人在冬天的时候 喜欢用一些油类滋养型的产品 比如娇兰他们家的负原蜜 那一块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干燥了冬天呢 用完它之后就觉得皮肤被滋养了 后续上底妆呢 也会非常的服贴 所以这次入手了 他们家的双管精华 精华里面呢 有两种质地 一半呢是油状的精华 另一半呢是这种乳液状的精华 挤出来两泵呢 你混合在一起 然后按压上脸 然后等到你的皮肤发热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非常快地 浸到你的皮肤深层 虽然它是有一点点油在里面的 但是你完全不会觉得它 过分地油腻 反而呢 会觉得它像水一样 很快地吸收到皮肤里面 那我12月用下来呢 真的觉得皮肤有明显的 紧致提拉的一个感觉 因为它是有粗抗老的功效嘛 而且我的皮肤在马上用完了之后呢 会有一个提亮 让你的皮肤更加的润泽 有弹力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用过他们家的复原蜜 感觉非常不错的话呢 这一款产品还是非常适合搭配使用的 如果你是干皮 或者你经常冬天的时候 皮肤干燥起皮的话 这款真的非常的推荐 产品呢还自带甜甜的蜂蜜香气 用上了之后也很疗愈 下面要讲的一款产品呢 就是防晒了 这款产品呢就是安耐晒的这款褶蜜型的防晒 安耐晒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但是大家一般用的可能都是那个小金瓶 那个小金瓶我用上会有一点 有一点闷闷的感觉 就不够清爽 但这款褶蜜型呢 它会更加的水润 更加的轻薄 好吸收 上脸了之后呢 非常快的就可以涂匀 而且呢 它不会有泛白的情况 现在呢 基本上 有时候我不涂妆前乳 我就会直接涂它 防晒效果呢也是非常的好 是SPF50加PA加加加加 如果你最近在找一款防晒的话呢 非常推荐这一款 下面要分享的产品呢 就是AirPods Max 如果你是喜欢沉浸式听歌体验的人 真的不要错过 我个人呢 非常喜欢听音乐 用上它呢 可以更好地让我沉浸在我的音乐世界里面 因为它有降噪的功能 而且它的音质呢 也非常的好 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 连接的时候非常的轻松方便 它的颜色选择呢 非常的多 那我选的这个银色呢 我觉得戴起来非常的酷 有没有 而且这一款呢 相较于他们家的AirPods 这款充电可以用非常久 而且它的这里呢 还可以轻松的卸下来 然后方便你去清洁或者替换 下面要讲的产品呢 是一个便宜大碗又好用的身体乳 那我个人是超级喜欢用身体乳的人 要分享的呢 就是TraderJose他们家的这个 柑橘雪松香调的身体乳 那这个身体乳呢 其实是三个一组的那种身体乳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香味 打开了之后呢 是这种 有点像黄油状的一个质地 闻上去呢 也是非常疗愈好闻的一个香味 看起来呢 虽然有点厚重 但是它真的很好吸收 冬天的时候呢 我经常会觉得我的皮肤干干的 然后用上它 很快就会进到我的皮肤深层 让我的皮肤喝足水 没有那么的干燥 小小的一罐呢 也非常的方便携带 接下来要讲的一款产品呢 就是一款饮品 就是Nespresso他们家的咖啡胶囊 之前呢 入过他们家的这个 真紫麦粉味 还有巧克力味的 然后这次入手呢 是焦糖饼干味的 胶囊咖啡呢 真的太适合我这种懒人了 直接按一个按钮呢 就可以出来非常香浓好喝的咖啡 不仅可以搭配奶制品 你单喝呢 也是非常的香醇 上面呢 有非常醇厚的咖啡泡沫 它还带有淡淡的焦糖的香气 相比前面提到的两款呢 它没有那么的甜 但是它也非常的香浓 今天的分享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你看到的视频的最后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你12月份最喜欢用的产品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